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什么人那么喜欢玉 几千年人一直都喜欢 因为这个玉它温柔有光泽 而且人们国人认为这个玉它有五的 什么五的呢 就认为这个玉它有人的 有义 有智 有勇 有戒 而且人们在美玉它可以一年一瘦 下面呢 我就把这个玉这个字 它不同的形跡的写法 来影视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我们里面呢 它基本的都是用一根神 穿了几块玉 现在它是这样 这是一款 第二款呢 写的这样 第三款 写的这样 第四款的这个字 有点和第一款有点像 写的这样 这是玉这个字 在教科文里面 这个四款不同的写法 这个字在经文里面的写法呢 在商朝的时候 它这个字 它写的这样 这样默默的一看不就是王吗 这个在经文也好 教科文也好 这个王这个字不是这样写的 经文里面它那个王呢 它一般它是写成这样子 它写成这样子 这个意思是咱呢 这是一个大虎头 这是一个王 它非常有权力 这是一个王的象征 这是玉 这是王 在周朝早期的事情呢 它这个字呢 也和商朝时的字呢 差不多 写成这样 这是周朝早期的写法 周朝早期呢 还有一款 它的写法 也就是不一样 它就可以区别一下子 能够区别开来 它写成这样 这样这个字和王 就能够容易区别出来了 周朝晚期 在那个毛拱钉里面 它把这个玉这个字呢 又写得像今天这个王词一样 它写得这样 在毛拱钉里面写得这样 这些字都是玉 所以在小庄的时候 它也是这样写 所以我们看小庄啊 看得比较多 经文家伙们可能看得比较少 看到小庄的时候 这个字啊 它这个玉 它也是这样写 另外呢 在古文里面啊 它所谓区别了一下子 把这个玉这个字呢 它写成这样 就是这有它那个写小庄的时候呢 它就把个玉尺写成这样子 它是古文 栗树啊 它为了这个王的区别呢 它加了一点 这样就能够区别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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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栗树里面 它这加了一点 这是史称贝里面 它这样写 K数呢 它就写成这样 K数先是这样一个字 玉 它的本意 就是温润又光的美食 好 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个玉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 再见